我們主要是生產綠竹筍 然後秀九花目前種了大概有兩千多棵 是 對對對 你們農莊好像歷史非常悠久 對我是第四代 算是第四代農 農 當初是怎麼樣慢慢一直轉型到現在的休閒農莊 也是從傳統產業然後 配合市政府然後慢慢轉型做休閒農場 這樣 目前在申請當中 本來是種什麼的 本來就是綠竹筍 然後桂竹筍 然後一些當季的蔬菜這樣子 所以你從小就在田裡要一直幫忙嗎 對從小就要在田間幫忙 撿竹筍啊洗竹筍那些後製處理 那你後來的工作跟農莊有關係嗎 還是你現在已經接手了 我是從大陸回來 對對對 然後是因為看到父母親年脈 那想說不想他那麼辛苦就回來幫忙 然後就轉型這樣 你有帶一些你在外面工作學到的一些經驗技能嗎 就是業務這一塊 對 就推廣 推廣應該還可以 所以賣東西是你的強項就對了 還算可以 那等你真的實際接手這個下去種植或者是這個耕種有沒有跟你想的有落差 落差蠻大的 因為以前是純幫忙而已 對對對 我們有去上那個青農 桃園市政府的那個青農課 第九屆的青農 創業班是不是 不是就是輔導 有輔導 青農去田間操作這樣子 對對對 可是種植的東西這麼多 怎麼樣針對你個人的需求去學習 因為他可能什麼都要教嗎 對啊 那就是 要多跟外界去做一個交流 那不懂的話再跟一些上過課的老師去做學習這樣 對對對 那你自己接手之外有沒有遇到一些什麼困難 這個超乎你的預期的 主要是 應該是銷入 銷售這一塊 銷售 比較不好銷售 可是你應該很會用電商吧 對 對目前是在接觸到這一塊 對 也是在跟別人學習 做電商這一塊 那主要還有二級加工跟包裝 對對對 疫情對你們這個農莊有什麼影響嗎 原本我們都是交餐廳 那疫情影響蠻大的 就變成都是交產銷班那些的 就是餐廳沒生意他就沒有辦法叫貨 對 那我們就只能 殘銷班 不然就是 自己去商圈去賣 自己跑攤喔 對對對自己跑攤去外面賣這樣子 那你沒有開直播 沒有沒有 直接對消費者 目前是沒有啦 那未來期許應該會走這一塊 對啊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數位轉型就是自己上線 然後自己透過社群這樣子 對啊 那未來就是未來展望會這樣子 所以你們未來打算就轉型成所謂的休閒農莊 就變成比較觀光類就對了 對對 我們現在在申請休閒農場 對 那目前大概送建中 審核中就對了 對 爭取在今年應該看能不能審核通過這樣子 對 講一下你今天的產品 目前這一支就是我們那個陽光假期 那就是三支精品都在去做一個研磨這樣子 那這支爺家雪肥是伊索比亞的豆子 對 那風味也是比較偏火香味 嗯 那就是 這我賣的最好的 就是藍莓炸彈 那藍莓風味跟尾段的酒香氣比較厚實 對 所以這個是你們嘗試的這個配方就對了 對對 我們自己 自己烘烘這樣子 對對對 哦 你們現在等於是你們的產量還不太 對我們目前剛種植大概50顆左右 剛開始 對那未來期許我們會慢慢追加科數這樣子 嗯 啊你個人喜歡種咖啡嗎 也是會喝咖啡啦 但是沒嘗試過 那也是 摸索期就對了 對 剛好借著市政府這個推動去嘗試看看 欸可是種咖啡他的病從外好像比較少一點齁 也是有 但是這個 比蘇果類來講是不是好簡單多了 看是這樣子 但是實際上 還在結束當中 還是有他的難度就對了 對一定還有他的難度 對對對 好謝謝